下面我们可以先在项目的目录下面去创建一个目录 叫做CSS 然后把Bootstrap这个样式表放在这个新创建的目录的下面 回到我们的项目的index.html 我们可以把Bootstrap的样式表连接到这个文档里面 这个样式表是在CSS这个目录的下面 保存回到终端工具 然后用GitStatus去查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然后再用GitAdd去添加要提交的修改 再去提交一下 添加了Bootstrap框架 下面我们再去做一些修改 我们回到项目 然后在项目的目录的下面再去创建一个叫做JS的目录 再把JQuery放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回到index.html 在这里我们再去把JQuery嵌入到我们的项目的文件里面 在JS这个目录的下面保存 再回到终端工具 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添加要提交的修改 然后再用GitCommit去提交一下 加上一个-m的参数 然后再加上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添加了JQuery2.1.1 下面我们再用GitLog去查看一下提交的一个日志 GitLog 后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参数 加上一个OneLine 用一行去显示这个所有的提交的日志 这样的每一个提交都会显示一行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改主意了 我们不想在项目里面再使用这个Bootstrap的架构了 我们可以使用GitRevert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可以恢复已有的一个提交 添加Bootstrap这个提交的ID 是BB95187 先复制一下这个ID号 然后我们再用GitRevert 后面再加上这个ID号 这样可以恢复这个提交 回车以后会立即执行这个恢复的一个提交 Git会打开默认的一个编辑器 这里会让我们去输入一下关于这个恢复提交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那么你可以去编辑一下这个信息 或者是用这个Git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默认的信息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再去查看一下提交的日志 这里你会发现这个最近的这次恢复的一个提交 我们可以再回到用编辑器打开的这个项目 在index.htm这个文件里面 你会发现链接Bootstrap的那个样式表内行代码就已经不见了 在项目的下面那个CSS这种目标也已经不在了 因为这些修改都是在那次添加Bootstrap的一个提交里面做的 我们使用了GitRevert恢复了这次提交 所以在这次提交里面 所有做的修改都会恢复成之前的样子 谢谢大家